會對政治的玩法 手法 我們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高宏安從出國去留學 然後回來 然後高學歷又怎麼樣 當時你回來真的是要從政嗎 我都很懷疑 你現在突然從政了 所展現出來的 並沒有把你讀了這麼多書 把你所學的要奉獻給這個社會 我從這個目的是什麼 我們檢驗他當立法委員 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也沒看見他做出什麼樣的 一個貢獻出來 可是這次選舉 我們就看到高宏安 那個腦筋轉得非常的精明 他知道過去 所有過去的這一套 什麼政治追殺 動用國家機器 這一套他發現對他來講是有利的 所以他就不斷拋出這種東西 我是覺得說一個年紀輕輕的 一個一個書讀的這麼高的人 怎麼會用這種方式在選舉呢 尤其是新竹市 尤其是竹科 你本身的條件夠的話 你應該展現你的能力給他們看嘛 你怎麼會去做這種東西 所以我一直在懷疑 你為什麼去從政 你從政的初心是什麼 是為了什麼會跳進去新竹 去選這個新竹市市長 到今天他都沒有講清楚耶 每天就是會做這種無厘頭的這種鮮言 我是覺得說不需要啦 高宏安 今天這個民調聰明的人說 啊 僅供參考 因為都在誤差範圍內嘛 你跟沈慧弘在做出來 頂多贏三發 那是誤差範圍內嘛 會講的人是這樣講 你不要去吼定說這是假民調 那你贏的就是真民調 你輸的就是假民調 哪有這樣一個政治人物啦 所以我說看他在檢驗網路上 這些混裝 我就搖頭啦 你到底是在增聲量還是什麼 還是政治追殺 變成是現在最流行的一個名詞 你只要形作自己是被破壞的 人民就會同情你嘛 也不錯 臺灣的民主選舉很奇怪 大多數選民都有一種心理 就同情弱子 被欺負啦 被怎麼樣 都有這種心態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 不是擺的姿勢那麼高 一開始不是那種歧視低協力的人 精英跟庶民之對比 你今天要形作被害 破壞 我們也許說不應該這樣 但是你形作出來的不對啊 我一直在講 你這個不是諷刺嗎 一開始你不是這種態度 不是這種形象 所以現在問題就出在這裡 這所有的問題跟爭議 他自己知道出來的 對 重點講 當然他是別人追殺的問題 我們不能講說他想學韓國藝什麼 我倒是覺得他跟柯文哲某種程度 有一點師徒的那種很接近的味道 他發現很多事情對柯文哲來講 都是四兩撥千斤 能打就打 不能打就不要打 然後就轉移目標 他現在有一點是這個樣子 你真正問他問題的時候 他給你轉移目標去了 我說有時候很難講說進租則次啦 學柯文哲也是應該的 但是我還是比較關心的 如果你有這樣高的協力 你真的想選新竹市場 尤其是竹科這個重鎮 你真的想在那邊重鎮的話 你應該要告訴新竹市民 我對新竹市的計畫是什麼 我將來要發展什麼事情 我要用我所學的怎麼樣 你要講出這一套出來嘛 如果說你每天盯著這些政治追殺啦 然後你不要忘掉啊 過去你在用這種名詞在迫害別人的時候 人家也沒有對你有什麼嗆聲 對不對 什麼塔利班啊 什麼被迫外 人家也沒有站出來跟你那個 現在人家只要批評他 他就受不了了 好 再來關心台北市場選戰 陳時中在星期六成立競選總部 現場人山人海 蔡總統還有賴副總統 以及蘇院長通通道場 展現氣勢一掃日前的陰霾 那其實呢 這些都不讓人意外 最讓外界覺得不可思議的就是 選舉剩下兩個月 蔣萬安竟然對自己的政見不捨為 來 先講名譽 這個禮拜五 他所謂的他的政見發表會 有關教育的部分 竟然記者問兩個問題 全部問倒 怎麼會這樣子呢 然後只想要把麥克風交給他旁邊的那個 幫他這個 幫他回答 然後這位好像是什麼教育局長 還想把麥克風再遞給他 他再遞回去 這個太好笑 太難看了吧 他變成什麼 蔣總基了嗎 現在在表演那個馬拉松 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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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這件事情之後呢 這個蔣萬安就有新一個綽號了嘛 叫做蔣愣愣 就什麼都愣住啦 那剛剛你說沒錯 這個是蔣萬安自己當 要公佈所謂的教育政策白皮書 那大家很想聽嘛 這好不容易就回到政策的這個辯論了嘛 那大家想知道你的教育政策是什麼 結果沒想到在記者提問 其實記者問的問題非常的基本 也沒有什麼特別刁難的 他就問他說 那你母語政策呢 感覺他的所有的政策提出來 就是欠缺一個母語政策嘛 那這件事情結果蔣萬安沒有回答 那他就趕快把他的這個麥克風 就遞給了旁邊的顧問 那第二個問題是問他說 那你現在要成立一個所謂的什麼 幼兒STEAM的專案辦公室 就是比較類似像那個科學教育啦 那種新科技啊 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的那種創客啦 那個名字一般人家是看不懂的啦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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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他問他說那你以現行的機制 因為你知道我們現在的這種兒童教育 那不是有教育局啊 對對對 我們也有做這種創客 也有做這種機器人啊 這種新科技都有 那你還要再額外成立一個所謂的專案辦公室 你是不是跟現行的機制有疊床家屋 結果他也是打不出來 也是任在那邊 坦白講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候選人 因為大部分的人 你就是再怎麼樣不了解 你也稍微掰一下 對 至少把你的政策再重塑一下 可是你沒有看到有 他講不出來 只要把麥峰遞給別人 就直接丟過去 就直接丟過去 我覺得你連這個應付場面都不會 所以難怪大家都要講等等 所以但事實上大家會覺得說 這蔣萬安的表現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從他之前立法院也是讓他備詢 也是有備而來 就是讓你去質詢蘇貞昌 結果蘇貞昌反問說 你在美國不是也有吃這個美國豬嗎 他也是愣住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引申到這次 這次立法院已經開議了 對不對 但是國民黨團始終都沒有讓蔣萬安上去質詢蘇貞昌 其實也是一種保護他的方式 擔心說你去執行蘇貞昌 到時候你不但沒有表現 然後反而就被問到倒 那這個不是又變成一個很好笑的一個焦點 所以你看我覺得這個是 可是他躲不掉 他到時候也是會有辯論會啊 對 那三個候選人 那如果隨便有候選人一問 那他又被問倒了呢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那蔣萬安你自己的政策到底是什麼嗎 你還是講不出來嘛 這大家覺得蠻弱的 那我在講說最新的一個觀察 最近這個十月份不是做短兵交接了嗎 像你剛剛講的 禮拜六的時候陳時中是競選總部成立嘛 那所有的這個天王都來幫他拉台 那現在蔣萬安的競選總部時間都還不曉得 那藍營內部現在有個比較覺得好笑的是說 蔣萬安現在是變成小雞在拉台母雞 現在不是母雞拉台小雞 現在是小雞各地成立競選總部 蔣萬安就去蹭就去蹭就去蹭 你沒有看過有這樣子的市長候選人 大部分都是市長候選人母雞要帶頭嘛 對不對 因為大部分母雞光環夠大 對 他可以去造這些小雞 現在是倒過來 倒過來變成小雞在拉台母雞 所以等於說大家都會對蔣萬安覺得蠻無理的 那現在大家中的那個比較倍受關注 是說到底韓國瑜要不要出來 韓國瑜到底要不要來這個幫蔣萬安拉台 就我了解啦 蔣萬安目前完全沒有規劃 要去請這個韓國瑜 那這個當然他們也是認為說了 韓國瑜他們話講的蠻好聽的 就是說目前為止還沒有 就是說還在考慮中審慎評估 但是你一聽就知道沒有嘛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會擔心說韓國瑜現在出來 雖然你會鞏固深藍的票 但是也會擔心其他的選票被嚇跑了 因為韓國瑜出來是兩面刃嘛 你雖然會鞏固深藍選票 但是你那個淺的還是會跑掉 不過就是說你要再怎麼樣找天王 其實重點還是在於候選人本身的條件 跟資格 那你現在如果說連一個記者提問 你講完都打不出來就被人家問倒 都要叫別人打 你這樣子怎麼有那個能力去當市長 你要去領航整個台北市 那難怪這個黃山就說 你講完你這個講不出來 你可能你政策都用外包的 那你外包抄襲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那結果講完就嗆回去 就說你這可能是讀稿機 那黃山就說那我們來辯論 到時候就知道誰才是讀稿機 來政浩有看過這樣的一種市長候選人嗎 選戰選舉剩下到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竟然自己的政策發表會上講不出來 連記者問這種這麼基本的問題 完全講不出來 通通要遞給別人嗎 我跟你講因為這兩個問題 分別考驗 講完兩個這個所謂的很重要的能力 第一個是臨產反應能力 第二個是對於自己政策熟不熟悉的能力 因為第一個他講完一大堆 說要幹嘛幼兒政策等等的時候 馬上就有記者會問 有敏感度的記者都會問母語教育 這是這幾年最紅的 因為他說要把義務教育延伸到五歲 那五歲是最適合教母語 其實母語是越小越好 最好是剛出生就教 所以一定會問母語教育 那母語教育的時候 講完因為確實沒有準備母語教育 確實沒有 那這時候就很考驗他的臨場反應能力 結果假如回頭問他的顧問是誰 是新北市的前教育局的副局長 江偉銘就很老練 一看就長期在議會被質詢 他就說這個我們依教育部課綱繼續執行 教育部怎麼幹我們就怎麼幹 那師資跟資源不夠呢 我們是否來給予 這個就是世界 是不是就四平八穩 沒毛病吧 沒毛病啊 因為有些政策本來就是現在做得好 我們就繼續做 不見得每一個政策都要創新 當然有時候就是資源不夠嘛 我們給 這沒毛病 蔣萬恩連這種基本的 我坦白講我稱讚叫關話 連關話都打不出來 那很多人說 那不會講關話可能是優點 但是第二個我覺得就說不過去 第二個是什麼 蔣萬恩說成立什麼STEM的辦公室 這個我很懷疑講關話 到底自己知不知道 這STEM辦公室是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縮寫 S是什麼Science T是Technology 科技 科學 E是Engineering 工程 然後A是Art 藝術 然後M是Mathematic 數學 好 他其實聽不懂 一般民眾一定聽不懂 對 我跟你講 這個是國外很新的觀念 就是說小學開始教 跟你動手做 做一些藝術 科學 做什麼以前我們叫做水火箭 什麼一大堆的 我意思說 好 你弄這個很炫的東西 是OK的 可是因為他同時又說了 要成立一個科技發展辦公室 記者問很簡單嘛 那STEM辦公室 跟科技發展辦公室 有什麼差別 對 講不出來 對 整個問下來 要臨場反應 沒臨場反應 對於自己的政策 要熟悉沒有熟悉 對 那請問 你怎麼私任當個台北市市長 是啊 有時候台北市市長 你就是面臨到一些 場面化 官化的時候 我需要你嘛 有時候就是說 台北市政多如嗎 你如果自己都不了解 你敢上台去發表 我自己的政策嗎 是啊 而且我坦白講 這些問題對記者來說 都不算太刁鑽 也不是什麼 真的要給講話難看 這是很基本的 這是我聽完整個記者會 會有的疑問 對 那結果沒有嘛 那你去跟黃山打嘴炮 那沒有意義 我覺得候選人 在選舉的過程中 點點滴滴都在解驗 你適不適合當候選人 對 我覺得講話 包含那個蔡市長跌倒 然後沒有去 就是我覺得我對講話 都沒有惡意 我只是說從很多突發事件 包含不小心發生跌倒 包含記者的詢問 這都叫突發事件 對 在選舉過程中都是沒有辦法被事先規劃的 我從這些突發事件 我會發現 講話真的我認為不管是程度或是準備上 離台北市長有一段落差 對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對 那你去跟黃山山講就是說什麼 大家什麼讀稿機啊什麼 我覺得都沒有意義 對 我只是我覺得對講話來說 他的品質 就他的職很好 可是我總覺得說 我從很多地方看 他跟市長真的有個落差 歷任台北市市長 內涵 這歷練各方面都是不足的 我坦白講歷任台北市市長 我覺得反應最比較寒蠻的 應該是郝龍斌 可是郝龍斌面對這個問題 也不會被問垮 我覺得講話比郝龍斌還寒蠻 我覺得這是讓我很匪 郝龍斌在什麼都不會講不出來 我覺得是很匪於所思的事情 因為你跟郝龍斌接觸過 就知道他真是個很 就是普直的人 但是這個問題對郝龍斌來說 絕對小兒科 再怎麼會回頭起人回答 你都會說 對 因為自己是市長候選人 怎麼會叫別人代答 旅行的時候可以 記者會怎麼可以 記者會你一定要先講一趴 講完後幕僚要有這個 自選舉手我來補充 對不對 你怎麼會直接回頭 這個很怪 連答都答不出來 那你這樣子怎麼能夠去 這個選市長呢 到時候還有這個 市長的政見辯論發表會 那你如何面對兩位對手 給你提一些 也許是一些比較刁鑽的問題呢 但是我們看到 講完是不是因為糗了 所以就開始要嗆別人 他說呢 陳時中把指揮中心 當成第二個這個競選總部 黃山山是政策讀稿機 抄政見發表 來 郁將軍 你看過這樣的市長候選人嗎 整個的我們說整個條件 整個內涵完全都不足的情況之下 如何去應付這次的 北市市長選舉呢 當然台北市首善之都 他掌握的資源應該是六度裡面最多的 然後大家對於台北市各項政策 算有一個領頭羊的政策 那麼這次我講完提了兩個 讓大家很有討論度 一個就是五歲的這個幼兒納入 他其實他應該不是 他的意思應該不是納入義務教育 他的意思應該是要增加公托 還有私托的補助的比例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被歪樓到 要變成義務教育 那那是兩件事完全不一樣的事 還是他是不是要往下延伸是不是 對這個這個延伸跟他我看他的內容的講的到到不是這個意思 他應該是說要增加補助 因為如果幼子園變成義務教育 那不一樣那不得了了 你到了他的五歲 你不送到幼子園去 這個家長會被罰 你現在你的孩子到了國小一年級 你不送他去國小 你看一看剛開始勸 勸不行強制之行 你把他藏起來你要被罰 所以說義務教育就是說 這是義務 如果是那要全國一體適用 全國一體適用 那不用台北市 就全國所有的國民到了五歲 他就一定要去受教育 不受教育 家長監護人就要受罰 這叫做義務也是一種強制性 我要提升所有人的這個教育的這個水準跟權益 那但是我另外講一個比較有爭議的 就是寵物 寵物保險的問題 這寵物保險 大家可能把寵物當成自己的毛孩 可是雖然寵物是毛孩 可是他畢竟不是你的孩子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自己的小孩 如果要去保險 那叫人獸保險 那個是投入人獸保險 為什麼跟人有關的 跟人的生命有關的 你是你生的 或是你被你被他生出來的 那都是受險保障的需求 可是寵物不一樣 你是毛孩 他不是你的孩子 他是什麼 他是產物保險 他跟車子跟機車跟房子 跟你買的一個花瓶 一模一樣 你要投保多少錢 有了狀況後保險公司 賠你多少錢 那寵物最常出的問題是什麼 看病嘛 寵物生病呢 要去看醫生 一次可能補助一千 那個保險公司補助一千塊錢的醫藥費 如果寵物住院可能補助多少 可是寵物 他不是所有人民義務的保障 也就是說 你可以養寵物 你可以不養寵物 你有的人養寵物 有的人不養寵物 就像個人的問題 有的人騎機車 有的人不騎機車 那如果你一法是用全部編列預算 去補助這些寵物的保險 那你對於機車族 對於汽車族 你要不要補助 不公平 對 所以我說很多事情 有大眾的受惠重 跟小眾的受惠重 大眾的受惠重 是一法通用 大家都可以用 那小眾的特惠重 要立定專法 那要仔細去討論 如果你在沒有經過討論 你對於這個保險 它到底是屬於受險 還是殘險的範疇 都搞不清楚的時候 你突然間變成 你的證件發表出來 你當然會回頭認一下 所以你覺得這個如荒山鼠 是政策外包嗎 交給別人去研究 然後他只是負責 把他這個表現出來 present出來 結果一問就倒了 就算外包也要研討 就算政策外包 對 就是你要跟我提報 你是候選人 你是真正的當家作主 你要出來選的人 你要問你這什麼意思 你跟我說清楚講明白 然後你在研討的時候 你自己就是扮演 老百姓跟記者的角色 你要問你這個政策的 你這個政策的利益 的這個原則在哪裡 你要把他問到清楚 問到明白 然後你自己都沒有疑問了 你才可以開記者會啊 如果你對於 你提的這個政策 不管是五歲就學的問題 還是寵物保險的問題 你連你自己都還沒有進入狀況 你開了記者會 那個記者比較找麻煩 他一定要問 因為記者有讓人民知道的權益 所以你提出這麼多的 好的方案 好的政見 好的未來市政的方針 記者當然幫你一筆一筆問清楚 他才能寫稿嘛 寫稿老百姓讀記者這些政見 才有營養才有感覺 那講完如果你做得好 他就會化為支持度啊 如果真的你各項政策 寫得都這麼漂亮 然後你硬答如流 講得清清楚楚 記者一定幫你寫好話 所以沒有說哪一家特定記者 要修理哪一個顏色的候選人 哪一個特定的記者 就支持某個黨 沒有這回事 是你自己的表現 決定記者下筆的方向 所以他自己準備不足 對你沒有準備 他那天好像準備坐下來 要滑手機 到底怎麼回事 完全沒有 急著坐下來滑手機 他覺得好像不關他的事了 我坐下來了 開始要滑手機 因為你是主帥 你是參選人 這些幫你擬定政策的幕僚 都是幫你擬定的 可是所有的事情 要經過你的核准同意 跟參與討論 他才會變成未來你市政的方針 所以當記者問你 最差的做法 我們以前在國防部 到立法院去 長官只要一回頭 這個長官就完了 這表現就不進入狀況嘛 那我們在後面叫地址條 有時候地址條會被立法委員罵 不准地址條收回去 那長官就糗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每一次陪長官 到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晚上都要研究到一兩點 那長官就講說 來今天我就是扮演記者 就是扮演立委的角色 他就問我一直問問 問到我所有東西 我把他講到會 交到會 他隔天才能去備詢 這是當一個備詢的官員都如此了 你為了要面臨台北市 這麼大的一個選戰 而且召開了記者會 你怎麼能不準備呢 那你不準備的時候 再去怪人家說對你不友善 所以我講記者對你有善與否 寫的方向有沒有利於你 是在於你有沒有深入準備 進不進入狀況 對的確 那難道講話要說 你這個記者可能是綠的 是不是故意要來刁難我 讓我講不出來 讓我出糗呢 問題是可以這樣嗎 你自己的一個證件發表會 來敬評 那顯然那天的狀況 你應該有看到 到底講話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急著坐下來 想滑手機 講話也不是說 急著坐下來滑手機 現在人人一支手機 在現代有手機聯絡的時代 每一個不管是候選人 陳時中 蔣萬安 黃珊珊 或是任何人 立法委員 誰坐在一個場合 剛坐下來 有人打電話給他 或是聯絡 我覺得滑手機是很正常的 可是這是他的記者會耶 問題不是這樣子吧 因為才剛開始 還沒有正式 因為一開始會有主持人 在引言 然後做什麼 然後他先做一下 聯絡的事情 有的事情之後 行程當中 一定會有急著找他 或者是有什麼事情 要聯繫他嘛 總比不接電話好嗎 所以我說 可以晚一點再接吧 就算有電話來 我記者會 是他講了一下子之後 坐下來 然後就趕快拿手機 所以不是說 那個是記者會剛開始 所以我就說 不管是他拿手機 看一下 或是怎麼樣 因為說明了 我們現在對資訊的 這個補充是很重要的 那蔣萬安 他就算是轉身討救兵 我覺得可以酸他一下 總比他講錯話 或者是不講 或者是講到一些思言 或者講到他沒有做過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任何 我在在座 大概只有我是一個 我是民意代表 我在議員 我在議會質詢過 我看到鄭文燦 我看到我質詢的官員 轉頭問他的局勢 這一題我常聽到鄭文燦 這一題交給我們 什麼局長的回答 我從來不會笑他是總機 我覺得政策就是要清晰 你可以說他準備不足 然後他開始現在做功課 但是你說他以後會不會去 可是這兩個月時間 現在還在準備做功課 你在柯P選市長的時候 他做過多少功課 一樣也是 很多事情都是第一任的四年 都是不曉得什麼 鄭文燦柯P也好 或者是以前陳水扁到馬英九 都是這樣 然後做了之後 開始熟悉 然後什麼什麼狀況 每一個縣市首長 從過去到現在的這個工職 工職人員 我不是說公務人員 公務跟我們要民選的工職 或者是不一樣的 那大家都是從這邊發現問題 辯論會如果有兩位 其他候選人問他問倒怎麼辦 我覺得可以啊 那不是很久嗎 就讓大家看看他會不會被問倒 因為他自己也講說 我本來就一直希望主張要公辦也好 或是他們自己各辦 自己辦也好 蔣萬安跟黃珊珊對我這樣的想法 我相信陳時中也是 我覺得就算最後被問倒 大家也可以看到 候選人的這個辯論 到底是誰在內容上有琢磨 誰在這個部分有去做功課 那來郭忠敬平當然是替蔣萬安講話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剛剛的解釋 不大合一個常規 怎麼講 你在你當選的 你當市長 議員在執行你 他執行的是事務性的 他你可以叫局處長來回答 因為那是事務嘛 那你今天講話 你在講政策 就算黃珊珊挖苦你 你的政策都是外包的 所以你沒辦法回答 這個就讓人家覺得很吃驚啦 你一個候選人是要政策都要融通 然後吸收 融會貫通 把它劃環為簡而要掌握重點嘛 你就是外包出去 人家給你做好你也要看 然後在問的時候你要講得出來 因為這是政策嘛 你候選人要提出政策 你候選人沒有辦法都系到那種事務性的 我要怎麼做 因為這個是相連的 事務跟政策是相連的 可是你候選人現在在談政策 人家在問你政策 你要回答政策的問題 你不是去回答事務性的問題 這個差別很大 記者問那也是大原則方向的問題 那當時韓國瑜人家在為什麼質疑韓國瑜 因為他當時在選舉的時候 都開了這麼多把他票 開出這麼多東西嘛 愛情摩天倫 又是什麼那個又跑馬場了 一堆 所以人家才執行你說你做了怎麼樣 你沒辦法回答你就不對了 因為你自己講出來的 所以我就覺得蔣官官怎麼會奇怪 這種東西他難道外包 最多不回來都不看的嗎 也不問這些幕僚說 那你這樣子講話 是不是符合我的原來的意思 這個總是候選人 你要拿出一套出來給選民看的嘛 所以我覺得很吃驚 蔣官這種表現真的讓人家吃驚 但是對於陳時中 我今天要跟觀眾講是 禮拜六十月一號的那一場 外界大家都講大咖 多少大咖 小英總統 陳建仁副總統 賴慶忠副總統 都去了 其實看這種前級場面 不是看哪個大咖來 那天我看到一件對陳時中 是最有力的轉機 切機是什麼 年輕的 輕壯年的 比老人還多 你不相信話出來看看 現場人氣 我一直在注意 我一直以為說 臺北是天龍國嘛 支持綠營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嘛 那兩邊擠不進去的 都是輕壯 都是年輕的 對陳時中來講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轉機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年輕票 都跑去支持黃珊珊 其實不是的 你看看那一萬多人在那邊 多少年輕人在那邊聽 在那邊看了 所以我說有時候在比較這種東西 很難比較出說 誰的那種氣勢夠不夠 當然有大咖來加持 大家都是注意力在這邊買 但是你有時候注意 底下這些人在聽的 這些人支持者 他們為什麼要來 天氣那麼熱 他們為什麼要趕到那裡去 為什麼還在那裡 不會走 一定有某種原因 所以我說這場選舉是 誰能夠感動選民 誰的政策講得清清楚楚的 誰就會當選 你如果說連一個政策 後面連一個政策都沒辦法 講出來的話 還要問旁邊的人 讓他去回答 那我們選這個人是什麼代理 而且事後反應 是不是有了建小東想起 開始又在罵其他候選人 我就覺得他政治的歷練 確實是不夠 至少他也沒辦法 像韓國瑜 人家問他 他可以把他轉來轉去 轉到最後到底問什麼 聽什麼你都搞不懂 所以在這方面的歷練 講完確實是不足 但是我現在認為 還有兩個月 還不到兩個月 你好歹要把你想要推的政策 記熟一點 就是外包給別人替你做的 你也要他們簡藥的 跟你做報告 把精髓掌握住 如果連這個都沒有辦法的話 哇 那這個市長將來麻煩了 將來誰在當地下 所以外界檢視這個 其實這並不過分 對啊 這是很基本的 你連政策都講不出來 你要選什麼當市長啊 你如果好歹說我旁邊有個很重要的幕僚 當時馬英九也沒有那麼厲害 就是我們那時候一直在注意金普聰 因為金普聰可以去掌握這些東西嘛 而且蔣萬安 誰在替蔣萬安掌握這個東西 真的有一天他十一月二十六號他真的當選了 那我們還是打個大問號 誰是真正的市長啊 那你怎麼辦啊 所以講說你這個東西不給大家講清楚的話 那十一月二十六號可能問題就出來了 因為後面這一段時間 大家知道你對政策最沒不拿手的時候 一直會追根究極去問他 華商家就講啊 辯論的時候就可以出現這些問題出來了嘛 辯論就知道你肚子有沒有祸嘛 對 所以我還沒講說 是你是馬牽出來六一律就知道了嘛 現在是最好的時間讓你來磨練 結果你如果還沒有辦法 只能用打手機 打手機在那裡玩手機的話 那這不行的啦 好 再來關心俄乌戰爭的情勢 似乎越演越激烈 乌軍收復了乌東重鎮利曼 所以呢 乌軍的下一步可能會光復頓巴斯 你要先挺到正號 因為我們就了解 利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城鎮嘛 那現在看起來是乌軍一直往東在推進嘛 已經快直逼這個俄乌邊界了 過去這些傳統都是俄羅斯所占據了 再來在烏南的部分 好像這個乌軍也是大有斬獲吧 沒有錯 應該是這樣講 整個俄羅斯在西境跟南境的後勤補給中的就是利曼 所以利曼這個東西如果打下來的話 對於整個烏東戰場還有烏南戰場 有非常重要決定性的關鍵 那些狀況是像 烏克蘭說利曼被我拿下來 俄羅斯說利曼還沒被拿下來 那到底有沒有拿下來 我坦白講 有圖有真相 這種才知道有沒有拿下來 你看這個是這樣子 烏克蘭其實真的很故意 他們只要打下一個地方就會去合議 這會合議 那合議呢 你看他那個路牌去合議 如果這邊是俄羅斯控制 你不可能這樣可以自排嘛對不對 你看這個是什麼 利曼的南大門任比爾的行政東西在這邊 另外有什麼利曼的北大門在這邊跟這個所謂的這個地標去做合議 所以你可以看到利曼現在整個利曼不管南大門或北大門其實都在烏克蘭掌握當中 我覺得議會好像有插旗子 對 議會也去插旗子 對 烏克蘭有插旗子 那你就知道說他們是沒打下一個地方就去插一個旗子 沒打下一個地方就去插旗子 那這個利曼為什麼可以被打下來 原因其實是這樣 烏克蘭用非常傳統俄羅斯的口袋戰術 把整個利曼層層層的包圍 你可以看到這是利曼被困了俄羅斯的步兵大概是五千人五千零六十人左右 可是你看整個南南北北有七十九空圖旅 國際志願旅一一五旅空圖旅等等一大堆 整個利曼是被烏克蘭層層的包圍 然後讓裡面的俄羅斯彈近遠距後才去打這個利曼的 那打這個利曼打下來之後你看不只是烏克蘭 你看連這個ISW今天最新的 他都已經把利曼這邊視為什麼光復區 對不對 藍色是光復區 紅色這個是俄羅斯的占領區對不對 所以利曼你看不管是從外國的資訊來說 還是從照片來說全部都 外國的志願原本評估說 俄居應可以守七十二小時 結果說不定24小時就崩掉了 應該是這樣講 我之前在這邊談的狀況就說 其實為什麼每次俄羅斯都一觸即溃 因為烏克蘭打這個地方 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是為了打而打 他是講先把你讓你彈盡源泉 把你後面的糧倉 把你的鐵路 把你的補給 把你的彈藥庫全部打掉 所以這五千人在這邊是要武器沒武器 要食物沒食物 所以一打你馬上就投降 所以烏克蘭其實在複製烏北戰術成功 在烏南這邊使用 那你看最有趣的第一件事情是 整個利曼現在等於決定的頓巴斯戰場的 最重要關鍵交通樞紐 未來有可能把整個頓巴斯拿回來 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利曼打下來那麼重要 因為利曼一打下來 現在整個俄羅斯控制的 整個烏克蘭區的地方 是十一萬六千平方公里 可是打仗之前 就是今年二月之前 俄羅斯攻佔烏克蘭是十一萬九千平方公里 你懂什麼 就是俄烏戰爭開打之前 烏東很多地區十一萬九千平方公里 十指由俄羅斯控制 打了八九個月 不僅寸土未盡 現在還少了三千平方公里 倒退了 倒退了 這八個月倒退了 然後俄羅斯的經濟也倒退了 俄羅斯的國力倒退了 所以利曼打下來是有雙重意義的 一個是戰略上的這個樞紐的意義 一個是這個所謂的士氣上 確保俄羅斯的佔領地 比俄羅斯戰爭開打之前還要少 所以現在整人士氣說什麼東西 下一步要收復頓八十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俄羅斯戰爭 不斷地步步進逼 反而是俄羅斯退了 退了是退一方 那我問個很簡單的 俄羅斯不是大戰兵嗎 有用嗎 有手下來嗎 沒有啊 沒有嗎 不是說到處搜刮武器嗎 跟伊朗釣無人機等等嗎 有手下來嗎 沒有嘛 對 表示兩邊根本就不在同一個檔次上 重點是前線他們的二兵 是不是一大堆人 據說兩千人是準備要投降了 然後後來那邊也弄一個投降專線 烏克蘭不只 烏克蘭有投降專線 投降的小卡 還有投降的QR Code 教你怎麼投降 對 你只要這個登記 他會自己去接收 他還告訴你說 我的俄羅斯大 烏克蘭軍隊來 你要保持什麼樣的姿勢 雙手放在我看得到的地方 武器放地下等等 他說我會給你充足的糧食 飲水還有暖氣 哇 這三點對他們來說 信力就很大 太讚了 太讚了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要投降 所以你看這樣戰爭 不只打的是所謂的武力的戰爭 也是科技的戰爭 還是消耗戰爭 還是心理的戰爭 不斷地削弱俄羅斯大兵的 這個進攻的意志 最後一觸擊潰 不費存回之力把整個立曼拿回來 就是這個原因 對 的確正好所說 現在烏軍跟俄軍完全不在一個檔次 也就是說俄軍完全無招架之力 來 于將軍 現在最新的一個情況 當然我們說 烏軍能夠這樣層層的 這個慢慢的這個 逐漸光復頓巴斯 這個烏南其實也是指日可待 但是其實烏軍要打也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最新的情況 連砲管都可以打掉 這個大家講說 俄羅斯在烏克蘭裡面是 看到烏軍就跑 倒也不盡然 因為俄羅斯如果沒有聽到 烏克蘭強大的炮火的壓迫 他不會跑啊 就是說人家聽說這個軍隊很厲害 烏克蘭軍隊非常的 非常的這個有戰力 可是你都聽不到炮火車 他只不會跑 所以烏克蘭在烏東的戰場 他是竭盡所能的給予 俄羅斯在地的士兵壓力 那個壓力有多大 我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 這是個炮管打斷 這個炮管是什麼炮 你知道 這個炮管是波蘭援助烏克蘭 最好的火炮 叫做解釋自走炮 15公里的 他的這個炮管 他這個怎麼斷 我跟你講 你看這個斷裂點 他這個不是唐柵柵斷的 唐柵柵斷不是這樣 唐柵柵是麻花形的 他這個是非常整齊的切面 這表示什麼 就是一個炮管 我們通常 北約相關的炮管 1000發 他的射擊壽命是1000發 那這個射擊壽命 跟這個炮管的背徑有關 這個是52倍徑 也就是說 他這個炮管的出速度非常快 炮彈出速度非常快 非常遠 一發炮可以打到40公里以上 所以這是什麼 大殺氣 這是一門大殺氣 對於俄羅斯來講 這叫噩夢 那但是呢 烏克蘭不能停止 對俄羅斯在地士兵 還有軍隊的壓力 你只要壓力一停 他不投降了 你只要壓力一停 他不撤退了 你只要壓力一停 他完成整補 他就可能對你反攻 所以這一個炮管只能打1000發 他會被打斷 這大概是在900發左右才會斷 因為一個炮管1000發 不是說打滿1000發 我們大概打到大概700發 炮管就要換了 你只要是過度使用 過度使用 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斷掉 不能讓他停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第一線 你只要火炮的力道一停 你只要火炮的壓力一停 俄羅斯的軍隊重新整補 可能就要對你反攻 所以他必須要有炮火的持續的壓力給他 所以他不斷地打 那這些士兵知不知道他已經超過了 已經即將到受限的頂點 知道 但是呢不能停 因為在戰場上的火炮 跟我們在訓練的火炮不一樣 我們訓練火炮打到700發 一定要換 你不換的話 所有的放行單位不會讓你打 因為有危險 那可是在戰場上不是 這樣是打到結束為止 因為你這個炮打到700發 不好運運回來 不可能運回來啊 甚至有的炮管 可能已經打到1100發了 還繼續打 這打到斷為止 就像以前我們看二戰的時候 有沒有 他們那個機槍 對於萊范迪的射擊 射到機槍 已經那個子彈出的機槍口就掉下來了 為什麼 已經熱過熱 他的那個整個熱讓人說 他的口徑變得很大 所以那個那個子彈一出就掉地上 那怎麼辦 有的用水 沒有水就就小便 把他給交 把他澆息降溫 對繼續打 這個狀況一模一樣 所以就知道在立曼 在烏東的戰場有多麼的緊張 有多麼的激烈 所以剛剛正浩秀出來說 那個立曼一個一個光復 烏東的城市一個個光復 那不是隨便光復的 那是烏克蘭的軍隊用血用汗用毅力 用強大的壓迫力來光復 對那絕對不是僥倖 你不撤隊我只好這個把你打退 對我的所有的炮不停 他就是一發又一發 所以你看他後面火炮是垂直的 是幾乎垂直的 表示什麼 這個炮這麼垂直 表示俄羅斯的部隊離他並不遠 因為這個角度絕對打不是打40公里 40公里是45度角打最遠 這個大概是10公里到15公里之間 也就是說這輛炮車 這輛謝斯自走炮車 距離俄羅斯的陣地 它的射擊位置非常近 大概10公里 所以說他怎麼能停 他不能停 所以當他火炮打斷之後 後面一發一門火炮立刻頂上來 然後這門火炮 大家說這樣還是可以用 他只要退回資源地區 重新換炮管又可以再用 波蘭支援他的炮是18輛 但是每一輛三管炮管 所以他一樣可以繼續用 所以這門炮並沒有報銷 所以他可以看到 由這個炮管就知道 在第一線的烏克蘭 他的部隊 他的這些軍隊 要收復私主的決心 那你看可以打到炮管斷掉 你就知道他的決心 有多麼的強烈 那麼還有很多的 這個烏克蘭的這個 裝甲運兵車 我今天看那個影片 那這叫專業 為什麼叫專業 他的運兵車載了一車的士兵 然後他們的掩體都已經是完全都已經挖好了 掩體你看 他是怎麼樣 他丟了一個 他是他丟出去的一個煙霧彈 他把煙霧彈丟到叢林之後 對不對 這個煙霧彈就是告訴他所有士兵下車疏散 所以你看所有士兵下車疏散 他不是隨便疏散 每一個兵都有射擊的散兵坑 他都到定位 你看每個兵都有散兵坑 他的射孔射向前面 他手抓的這個彈夾 他前面的所有的射向是清掃射借過的 他不會是隨便亂趴像俄羅斯士兵 就到處亂趴跟逃命 這不是他的每一個前面的射界 是清掃完畢的 也就是說他所對準的方向 就是俄羅斯的士兵逃走 或者是來襲的方向 所以這每一個戰術動作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從剛剛開始 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他的每一個士兵 都好像是相當的深色 可是你看 從這個二月到現在已經十月了 他的作戰動作 指揮動作 甚至接敵的動作越來越精準 越來越專業 那反而是俄羅斯的士兵 俄羅斯的士兵進入烏克蘭戰場之後 每一個人東南西北分不清楚 沒有訓練就上戰場了 完全搞不清楚 然後前幾天我們看那個射擊戰車的 那個方式 那就是亂打 那就是完全亂打 對著樹林打小鳥 打空氣 打樹木 那可是烏克蘭的士兵完全不一樣 他的車輛的機動 車輛的進入陣地 他完全是按照精準的訓練 精實的訓練 一步步再走 所以這種壓力對於俄羅斯來講 那是一天比一天重 尤其是當烏克蘭越精實 他的部隊越有戰力 而進入烏克蘭境內 這些俄羅斯士兵 他是完全沒有完成 臨戰訓練的士兵 他看到了當場 他面臨到的這個烏克蘭的烏軍 是如此的強大 那難怪在俄羅斯內部 這些征兵所會被人家開槍掃射 這些征兵所會被電腦被燒掉 這些征兵的警察 會被人家毆打 就是告訴你 你要上戰場 你也把訓練好 而且理由不充分 我們沒有任何正義之戰的理由 你只是讓我去當炮灰 而且烏克蘭的軍隊 是越來越強 武器精良 人員完成臨戰訓練 最主要是保衛國家的決心 絕對超過侵略人家 這種邪惡的決心 對的確 俄軍現在節節敗退 而且也傳出 這些沒有訓練過的 這些俄兵 上了戰場 其實是拒絕執行任務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普丁該怎麼辦呢 車程的領導人卡德羅夫 還有俄國的媒體 就趕快呼籲 就說你普丁 你趕快使用核武 這個青皇 現在傳出美國軍方 計畫採取斬首行動嗎 我們看到 這次美國新聞週刊所報導 美軍正在計畫 採取一系列行動 威懾俄羅斯 其中包括對普丁實施 斬首行動 真的有可能這樣發展嗎 這是美國新聞週刊 他的報導內容 他報導說 美軍現在列出了 各種的執行方案 其中之一 就是包括對普丁 採取斬首的行動 特別是如果普丁 真的想要發動核子武器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 你要調度相關的核子武器 或是你要調度相關的 軍備的時候 你會有跡象可循 所以美國的說法是說 如果他有這種可能的話 那我們對他採取的措施 這一包括斬首行動 但這件事情 其實對美方來講 他也沒有承認這件事情 可是這件事 反映出來是他的敏感性 因為今天 還有一位美國退役的上將 前中情局的局長 他出來講什麼 他出來說 如果俄羅斯要動用 核子武器的話 那他們會殲滅 美國跟他的盟友 會殲滅在烏克蘭境內 所有俄羅斯的部隊 話講得非常的重 可是 當我們都在注意烏東的時候 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是 南方的赫爾松 現在也在加快速度當中 而且在我們錄影的此刻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俄羅斯的部隊 紅色是俄羅斯的部隊 藍色是烏克蘭的部隊 這個是赫爾松市 那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俄羅斯的部隊 被逼掉地內博洛河 以西的這個位置 以西的這個位置 你看紅色都在這邊 他們要往東邊逃的這個 整個河上面的橋 都被烏軍給攔截住 給打斷了 喔 這樣喔 萬言之在這裡面的 俄羅斯的部隊 對 它現在就像被口袋 被困住一樣 你跑不掉 然後更慘的是什麼呢 他們現在根據這個 他們的統計喔 這裡的俄羅斯軍隊呢 大概有兩萬五千人左右 一天需要四千噸以上的糧食 但是因為這邊的橋樑 跟運輔路線被截斷 所以每天能夠進來的 透過搭臨時浮橋進來的 連三分之一都不到 這裡的俄羅斯部隊呢 糧食不夠 士氣不足 同時又被包圍起來 所以他們很慌 然後最糟糕的狀況 果然發生了 什麼意思 我們上個禮拜 在仲江的節目 有告訴大家 俄羅斯部隊最怕的敵人是誰 就是普丁本人啊 今天最新的消息 普丁又下了一個命令 在這一個我們講的地孽伯羅河 以西的位置呢 在這裡的俄羅斯部隊 本來想說指揮官想說 我們先把他退到東邊嘛 保全戰力 保全人員嘛 普丁剛剛下了一個死命令說 你們這裡的士兵通通不准退 通通不准退的情況 大家只能死守在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你要死守的話呢 現在烏軍在幹嘛 海馬是多管是火箭 往這裡大力的轟過來 所以對烏軍來講 現在在赫爾松的動作呢 現在看起來加攻的動作 越來越大 不但越來越大 現在手上得到的武器呢 就像剛剛余將軍在講的 人員訓練過了 武器都是新的 請問在這個情況之下 俄羅斯怎麼辦 你知道俄羅斯怎麼辦嗎 他的軍人 我們剛剛講 利曼一個地方 損失了兩三千人的人力 每天大概要陣亡 五百人以上的人力 結果你知道現在 俄羅斯不是最近的消息 是說要上 我們講說他的一般的動員嗎 他的動員說要動員三十萬人 還是一百萬人 不管重點是動員上來的人 兩個狀況 第一個動員來的人 你看到很多才根本沒有訓練過 就直接丟到戰場上面 馬上就直接對烏軍投降了 現在一大堆越來越多 第二個狀況 這是最離譜的 被動員的人 把他自己 他們這個被動員去報到之後 他們給了他一個名單 徵兵處給了他們一個清單 告訴他們說清單上的裝備 請你們記得要買棋 意思是什麼呢 這些防彈的背心 然後頭鋼灰這些通通要他們自己買 結果更慘的是什麼 當他們發現這些東西要自己花錢 不花錢呢 你可能會出事的時候呢 他們發現很多竟然是由俄羅斯自己軍方 有人腐敗 把東西A起來 然後拿到拍賣網站去賣 結果這些來被動員的人 你只能到拍賣網站把東西買回來 買回來看不開用還不知道 所以你去想想看 如果你是俄羅斯現在被動員的這些大兵 你敢不敢為俄羅斯而戰 一定不想打仗 這是一個大問題 然後今天最悲催的新聞是什麼 現在已經要進入冬天 是寒冷的時間 結果俄軍現在最新的消息 150萬件冬季的制服呢 不知去向 各位相信嗎 隱瞞消息 各位相信嗎 美國這麼先進的國家 他在訓練航母飛行員的時候 那個損耗率是非常高的 那中國說沒有 我簽署 只有一個人 到目前只有一個人為國捐虛 你的飛行員不夠 你的訓練的機種不夠 你連訓練艦載機的模型器都不夠